不管炒什么肉,切即不要直接下锅 今天教你正确的做法 做出来肉丝滑嫩入味,不腥也不柴 一款助理鸡肉切片后再切成肉丝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加入88的食盐 再加一点白胡椒粉 加点料酒去腥 再加入少许的老抽上色 用你的右手抓拌一分钟 让肉丝吸收料吃 再加一勺玉米淀粉 继续抓拌均匀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让肉丝保持嫩滑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抓匀之后备运 准备几根芹菜切成小段 再切点青红椒丝 焯过水的木耳也给它切一下 起锅烧油放入肉丝 把肉丝炒至变色后出锅备运 起锅烧油下姜蒜和干辣椒炒香 放入芹菜青红椒丝和木耳 再倒入肉丝 翻炒片刻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生抽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点这个炒菜王调味料 炒菜的时候加入一点 炒出来的菜真的是太好吃了 翻匀炒熟之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非常美味的家常小炒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太下饭了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